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走路環島會用到的攝影器材 這大概是大家很注意的 然後呢第一個當然就是像這種二軸用手機拍 最方便的 我們這裡的演技真的多啊 說回正題第一個就是用手機拍 手機是最方便的然後加上這種二軸的其實也不錯的 就是第一個我會走路的時候拍照攝影 記錄一下環島走路的所有的點滴 現在介紹第二種就是三軸的 這個是Fimi Pong 2 把它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是三軸的 然後也可以夾在那個背包上面 然後因為它小所以一般你用手機拍別人的話 大家可能會有一點點顧慾吧 這種三軸的其實還不錯 就是說小小的然後你不管怎麼跑怎麼震動都沒有關係 這之前我超買了一年多吧我覺得蠻好用的 蠻小的然後裡面有SD卡 所以呢你不管怎麼動它的手都不會變 然後如果掛在身上的話人家也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第二個已經買了差不多一年了 我覺得蠻好用的 雖然沒有DJI那麼精緻 但是我覺得一般的YouTube跟Vlog已經非常足夠了 第三種是INSTA 360 GO3 剛才大家看到就是我把它的鏡頭拿下來 可以黏在任何地方 然後也創造一個好像有人幫你拍的感覺 例如說像這個 然後我把它黏在上面 這邊有一個monitor可以看 我如果按錄影的話 它就開始錄影 所以呢你可以創造一個 你從這邊走過去是防水的好像是3米 所以這個也很不錯 小小的也可以黏在帽子上面 然後呢你也可以拿著這樣錄 然後如果放在那個磁拍桿上面 就有一種DOM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小小的 因為如果你環島走路 最好是不要帶太重的東西 不然會造成磁感 這個是第三種 然後黏在帽子上面就像這樣 所以你完全不用動到手就可以這樣拍了 你可以用磁鐵或把它夾在你的包包上面 然後也不用怕下雨 所以這是我第三個使用的錄影器材 INSTA 360 GO 3 我的說明欄有連結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蠻不錯的 第四個是新玩具 Harvard Air S1 它是一個飛行的相機 我們打開 它只有125克而已 所以它是非常小的 這是盒子 這邊有說明書 它可以用手機或不用手機都可以 登登登登 這個就是你看這麼小 一手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它是遮疊性的 可以把它撐開 這個就是 飛行相機 可以飛差不多11分鐘 然後上面有一個 這個 攝影頭 所以它旁邊都是有保護的 所以也不會撞到 掉下來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好 它有六種夢 所以我現在哈囉給大家看 所以你按著 看著你 厲害了吧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把手放在底下 看吧 它就會自己叫我了 它就會自己叫我了 好 好 好 所以我有沒有看到 它是有寶寶 還有一個大小的 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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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是一種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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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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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